歡迎收看WTL9 我是莎莎 俗話說得好 薑是老的辣 但是呢 嫩薑吃起來又可以開胃 到底薑是吃老的好還是嫩的好呢 我們今天就來大聊這一塊不是薑 是很多事情 到底是嫩的好還是老的好 請問趙哥 你喜歡吃什麼 吃嫩的 豆腐一定要吃嫩的 沒錯 火鍋你吃豆腐 沒道理吃老的 對不對 那你是吃豆腐高手嗎 當然 那個東西可以就是又老的越好嫩的越好 什麼東西 比如說 酒是老的好 但除了啤酒是要越嫩越好 對 啤酒要新鮮 啤酒要新鮮 那除了啤酒因為其他酒都是老的 就是越老越好的 好 沒關係 現在大家都會一直閃 我們都在避重就輕 閃不了 我們在避重就輕 好的 那我也要 一開始就先問新鮮 在你們國家什麼事情越嫩越好 在日本的話 女生什麼越嫩越好 有想法嗎 日本什麼女生越嫩越好 史丹麗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不會 你是不是腦中有畫面 不是他常去日本 不是他只好 其實不用空格 只要女生越嫩越好就好 對 對 也是 也是 尼瑞你剛剛想到什麼別的嗎 沒有 沒有 圖佳你有想到什麼嗎 我覺得 女生越年輕越好 所以你是說年紀是不是 女生年紀越嫩越好 YES 好像都不太 對 他一樣 穿的 女生穿過得越嫩越好 就算看到字還是看不太懂 可是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我解釋一下 日本是為了那種 針對那個特殊的癖好的人 有販賣 女生穿過的 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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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你買過嗎 我 我有賣過 賣過 我賣過我的味道 真的特殊的癖好 可以嗎 不想買 還是有人會買 對 比較特別的癖好的人 那日本的話 當然 越年輕的話 他們 比較會受歡迎 所以年紀最小有到幾歲 高中生 對 高中生 18歲 那就參考一下他們的 那雙燥 都有穿過的 雙燥 兩千塊日幣 有規定要穿多久嗎 因為穿一個禮拜 跟一天的味道不一樣 跟一天的味道不一樣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是不是 昨天剛好有看 網路上看到那種 那個內衣的話 已經有顏色的那種 那很準 都沒有使用 應該是越老越好 對 他貼自己照片的 對啊 這是我穿過 天啊 那襪子的話 那就差不多這個 那襪子 那是襪子 對 襪子 那我想一下 內褲 內褲你們覺得 內褲我覺得很貴 賣多少 內褲很噁心耶 修造日幣就兩千 內褲應該要五千日幣吧 對啊 五千日幣 五千日幣 五千 一萬 一萬 其實 還好耶 三千 這價錢會不會太低了 對啊 這是最近的價錢 還是以前的 是最近的 最近的 另外比較意外的就是 我問一下 學生的鞋子 學生鞋 那穿很久的 好噁心耶 他可以賣多少 人的味道更重 他們應該更開心 高中生耶 高中生在學校裡面 裝的那個 黑色的鞋子 他又不能穿 他買他幹嘛 他要我 日本好典開 有 比較有味道的那種 五千日幣吧 我幫你問一個買主 你等一下 福家 如果 高中女生穿的鞋子 他長得很漂亮 是你喜歡的那種 是 他穿過的 你要用多少錢跟他買 台幣嗎 台幣 台幣 我給你錢包 都是你的 錢包有錢嗎 沒錢好不好傻瓜 就有卡 沒錢 你如果是一個 你喜歡的女生的鞋子 但是你追不到他 沒關係 如果是我喜歡的話 四萬五萬沒關係 台幣嗎 台幣 台幣 那最少要林志玲等級的 才可以 怎麼可能 那趙哥你願意花多少錢 買林志玲穿過的 學生時期的鞋子 因為我說實在 那我穿不下去啊 如果林志玲願意賣我的話 我是拿回家當作紀念品 放在那框框裡面 是 放 大概就出八千吧 八千 可以啦 他的雙鞋也沒多少錢 金賞 我不能聞他的鞋子 然後去做那個事情 也蠻好笑的 你可以抱著他鞋子 鞋子 鞋子 鞋子我們幹嘛 可以 你剛剛說抱著他的鞋子 做那件事情 是什麼事啊 他怪想跟他要結婚 對不對 是做的事情 你想到哪裡 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想問一下葛熙 你這個是不是要看長相 應該不是 所有高中女生賣鞋子 就那個價錢 應該有看照片吧 他們應該照片跟東西 但是那個 我查到的就是平均 平均 平均是大概多少 然後貴的是 貴的便宜的是應該便宜 沒有 所以鞋子是最貴的耶 鞋子是最貴的 對啊 太瞎了 難怪人家都說日本人都是變態 那三牛如果有一個你很喜歡的女生 但你現在還沒結婚喔 你會想買她身上的哪一樣東西 就是你想要擁有 肉體不行 他想賣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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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可以出高價 因為我的眼光跟那個土價差不多 所以我買兩萬 我就賣個土價五萬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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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聰明 所以你把它當一個生意 沒錯 但是你擁有那個女神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聞她的味道 就可以聞到她身上的味道 譬如說她用過的圍巾 就會有她的香水味 可是怎麼知道 她知道她跟女神是誰 對 沒有 因為她賣太多了 沒辦法來不及弄 助理嗎 幫忙弄一下 還以為那是助理嗎 你們家好像這麼陰險 不好說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這些人不是愛 像我很愛我老婆 但我回家去聞她的東西 我好智能 我有病 真的 聰明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但日本人就是 比較特別 對… 那在緬甸的話 什麼 越嫩越好 好 答案是女生吧 女生越嫩越好嗎 應該不是 我們這製作單位 沒那麼膚淺 對 你們猜動 女生喔 怎麼會啊 每個國家都一樣 沒有 我有一個故事是我表哥的 然後她四十多歲左右 第一婚是沒有生小孩 然後是現在要 從想要結第二婚 然後是家中獨子 我姑媽就一直擔心她 就想要把她找女生 想要傳統接代這樣子 然後隔壁鄰居就來介紹 大概三十一三十二歲 我姑媽說 不要太老了 她沒辦法生小孩了 比她兒子年輕十幾歲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 我就聽到我就想說 欸 姑媽 我看到明星那些五十歲 都還能懷孕 我說你會不會想太多了 我覺得這樣子跟我表哥 四十歲三十幾歲搭配啊 我姑媽說不要太老了 她想要二十出頭 最老是二十三歲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想說怎麼找 她原本是要找華人 就是像我們這樣的華人 後來她說 好 沒關係 只要二十出頭 然後她的目標是 今年要幫我表哥找到 真的 真的 其實嫩的也不一定很深 對啊 不一定會深 對啊 我也這麼想 但是我姑媽就覺得說 那妳的比較好深 對 比較深 對 好 那接下來俄羅斯 什麼東西越嫩越好 俄羅斯 應該是他們也是 長相越嫩越好 因為其實 他們都長得比較成熟 其實我在俄羅斯 我從2012年去到現在 已經去了十趟俄羅斯 俄羅斯基本上 年輕的女孩子 是在十六歲到二十一二歲 是最漂亮 超過二十一歲以後 就不行了 就像三三 不要這樣 像三三 還可以 三三OK 我想回憶 他們人家 不是很多男生喜歡你 越嫩也好嗎 女生 越嫩越好 對啊 可是問題也會保養 可是人家很多年輕 搭的女生也喜歡 年輕的男生 對 就像妳這樣子 女生年輕 應該是男生 越嫩越好 越嫩越好 沒有人說錯 是 越嫩越好 對 對啊 其實俄羅斯人 真的都比較早結婚 特別是跟台灣 比起來的話 因為我們女生 我覺得很少俄羅斯女孩子 會接受跟男朋友交往兩三年以上 因為會覺得那個男生 是不是在等其他的機會 兩三年算很正常吧 兩三年已經會覺得 如果下進決心就差不多了 要不然會覺得就是可能沒有安全感 所以會考慮分手 所以很少像台灣可能會交往十年才結婚 對啊 我們在俄羅斯完全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情況 對很難想像 而且我們會覺得兩個年輕人 為了家庭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工作一起買房子 這樣才有意義 對 但是你們離婚率會很高嗎 對啊 我覺得普通 在歐洲國家應該算普通 但是像 比方說我現在的同學朋友 大部分已經結婚了 然後有些有一個兩個小孩 對 這麼厲害 有些已經離婚了再婚了 對 所以 而且我們 比較早生孩子的話 國家會給我們更多的補助 對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喜歡早一點結婚 你二十八 但你同學跟你同年齡已經有兩三個小孩 對 有些已經上小學 上小學 這個是我的國家也很有名 那我們 要是一個女生 不要念大學的話 不要讀大學的話 爸爸問她 你要 念大學還是你要結婚 我的國家這樣的 女生們 那麼早結婚那麼好 我們國家的想法這個 比如說我的阿姨十六歲結婚了 十六歲 阿姨十六歲 那其實幾歲可以開始結婚 十六歲嗎 十八歲開始 可是 政府問你的爸媽 要是他們讓你的話 你可以十六歲也可以結婚 所以你那個阿姨十六歲結婚 現在阿姨跟我一樣 她也二十五歲 她真的 你叫她阿姨 是 那她那個婚姻還在嗎 她離婚了嗎 沒有 當然沒有 她的婚姻很小 真的喔 是 真的很小 那她過得快樂嗎 這我們很要遠 你的感情不順 你不要建築在別人身上 對不對 她現在很快樂 因為是她的老公很喜歡她 還有她的老公有錢人 她有兩個孩子 一個是八歲 一個是五歲 八歲 那圖家你有計劃幾歲要結婚嗎 我現在打算 二十一 結婚了 朋友很久很久了 很久了 你還沒結婚嗎 我 還沒啊 有機會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那如果是美國的話 什麼越嫩越好 薯條越嫩越好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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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對 牛排越嫩越嫩 還有洗車的man 越嫩越好 你們電影裡面 洗車的man 不是都穿那個bikini啊 然後要身體當海綿 幫你們洗車 對 什麼啊 有沒有 我有聽過 是有這個地方 是 OK 所以大家都覺得是食物方便 對應該是 但是卻是 蛤 跟台灣相比 算年輕很多 那我自己去查一些 算是統計 就大概我們在人生裡面 會發生哪些事情 那第一個是 你人生第一個出文 在美國是 等一下 小潔你出文是幾歲 誰會這邊講 可以啊 我可以 國中畢業 那麼久 15歲 15歲 高中畢業 那趙哥你還記得你的出文嗎 19 前天 19歲 怎麼會 可以給機會重新說 高中畢業 19歲啊 所以是兩情相約 我是很保守的人好嗎 很保守 我女朋友還有 有性經驗 她就把我吃了 我還是第一次 她還要幫我 還要幫我 還要幫我 還要幫我包給她 還不錯 還不出來 我一直以為趙哥是一個 很Man就 十九歲 我比較晚熟 十九歲 那史丹麗你 我也是國中畢業的時候 真的 不是跟她的一樣 國中畢業的時候 她不會 她也怕不會 好 所以美國平均是 這個 我查的是 你講耶 第一次的經驗 那三牛簡直被性侵 你是幾歲 我幾歲 好 我說你就說 當然 我會怕的耶 出來混 你是被性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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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被性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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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報警的 就大概我們在人生裡面 會發生哪些事情 那第一個是 那第一個是 你人生第一個初吻 這我查的是 15.1 那國中 大哥台灣 也是差不多吧 差不多 那你幾歲 也是國中 也是國中 是是是 好你還記得 那你們還有聯絡嗎 跟初吻的專家 所以那個對象的人 沒有 沒有 怎麼說 因為美國的話 你放學之後 就要等校車 那你等校車 就每個校車 都會一排一排這樣子 就停車這樣子 所以你學生們 你要去那個校車 會有一段那個 距離 就走那個小 走道 就兩個校車之間 那個比較隱密的地方 是 所以很多人的第一次 也是在那邊 就剛好我們是同一校車 那我們要上去 那你走進去 那個老師看不到 不是嗎 那個你還沒有上車之前 所以就 我們親怎麼樣 這樣子 我沒有忘記你講 不是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跟那個趙哥一樣 也是被那個什麼 被驚讚 就OK了 這個 這個是第一台車 第一台車 第一台車 台灣第一台車 應該都比較晚吧 這個我覺得有點晚 有點不對 但這我查到的是 17.6 你們幾歲可以開車啊 你們幾歲可以開車啊 每走都不一樣 17歲可以開車嗎 16歲 17.6是幾歲啊 17.6是幾歲啊 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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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16歲可以考駕照 那基本上可以開車 但你一開始是開你 你不沒車 這樣子是不是 那再過一年差不多 就 也許會你第一台二手車 可以開 應該是這樣 好 下一個是 男生幾歲結婚 等一下我們先問一下 男生第一次幾歲好了 第一次 第一次怎樣 女生有性行為是幾歲 哇 哇 19 你同時喔 對 你是交往多久 那種 所以那時候我知道我女朋友 不是第一次的時候 我很難過 那你怎麼會知道 她不是第一次 弄了以後就知道 她不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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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跟趙薇剛好相伴 我本來比較喜歡 比較有經驗的 因為就是 你知道 會像溫柔的姊姊這樣帶著你 啊 啊 趕快 你手勢都出來了 對 所以你 引導你 我們像幸福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 我不能 所以你也差不多是19歲 我現在也是高中的時候 還沒到19歲 高中的時候 那美國有比較早嗎 你呢 你呢 因為你是美國代表 你是幾歲 我幾歲 好 我說你就說 當然 我變得怕了 你出來混 我沒想到帶那麼大的 來來來 糟糕了 我第一次 你不要這樣 還好 其實我真的 八歲七歲 算美國的話比較晚 我是 我看看 七八九歲 九歲 九歲你是被性侵的 你是被性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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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是被性侵 八歲九歲 八歲九歲 我們聊的太題外 太外面 剛剛這要公布的是 美國結婚對不對 結婚是不是 結婚 結婚的話是男生 是 那 二十九 美國今天是會覺得比較晚 對啊 這一次呢 差不多 因為美國的話 你看這個最近十年都是這樣子 年紀還越大 其實快要趕上台灣 這樣子 然後女生的話 就再年輕一點點 那很長 是 是 所以 這是美國 接下來看看 中國大陸 什麼什麼什麼 越嫩越好 好長喔 這話你長不成嗎 對 我覺得剛剛他們說都弱掉了 這個好吃的好沒靈感 你們有 太長了 太長了 我們直接看大家 萬里長層 住的房子 開的車泡的妞 越嫩越好 對 因為從住的房子上來講的話 我們特別喜歡住新房 如果說是 五年以內的話算新房 五年以後的話就算老的房子 五年以後 然後 然後我們就會很不喜歡 就是五年以後的房子 就是去買賣的時候 就覺得是老房子了 對 五年 我們台灣通常是十五年以上 才算老房子嘛 對 還有開的車也是 就是我們最近特別喜歡開新車 就基本上 三年以內的車叫做新車 三年以後的車就是老車 三年很新耶 很新耶 算老了啦 哪有 真的 因為像很多就是那種 就是雙B的車啊 就是差不多半年或一年就會有改款 就是新款 一年一年 他們改太快了吧 半年少改款 一年大改款 對 要改款之後 之前的車就是老車 然後你在買賣的時候 老車價值就會跌了 掉多快 所以說我們又喜歡開新車 是 那像他們剛剛講的 泡的妞啊 女生啊 越嫩越好 然後結婚啊 就是那個生孩子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我們那個 基本上法定的結婚年齡 現在提前秀到十八歲 而且重點是 不管是多大的男生 要結婚的話 要找女朋友的話 都會喜歡找二十三歲以下的 因為二十三歲以後 我們的法律規定就是晚婚 就是二十三歲就是晚婚 如果你二十三歲 你要是結婚 超級早耶 晚婚耶 而且晚婚有好處就是 可以多放就是 可以多放十幾天的假吧 對 二十五歲以後 你要生小孩就是 晚婚 晚婚 就是大齡產婦的意思 所以說如果你三十歲 還生不出小孩的話 就是被別人說你一定是 服孕 對 真的 好原格喔 真的好原格 真的好原格 可是大多數現在就是 那個就是中國 女生也是不太愛結婚 但是到二十五歲 你還沒有結婚的話 你又是晚婚晚婚 然後就屬於 嫁不嫁的那種 然後就特別的著急 然後又要相親 然後相親又找不到好的對象 因為好多對象都喜歡 二十三歲以下的女生 就會特別的幸福 好刁鑽喔 對 他說都跑到台灣來了 因為像我這種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你到台灣來 也沒有比較好啊 姐姐比你大一點點 也是沒有對象 她結婚了 姐姐結婚了 她結婚了 你太笑了吧 她在講誰了 那韓國也是這樣子嗎 還是喜歡越嫩越好嗎 韓國是我覺得是男生 越能越好 或許是 女生喜歡跟弟弟在一起 對啊 因為最近什麼 不保健啊 超級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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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的愛 你們是不是看不懂 剛剛可惜那個 我們是不在意 不是看不懂 對 我們覺得就滿瞎的 很開心 超好 可愛 她從小時候就很會演戲 可愛死了 真的 真的 但是我們姐姐要保護 還好 真的 我也是耶 我很喜歡阿迪亞的臉 但阿迪亞的個性我不能接受 不能 有一個團叫Signy以前 最近有不好的消息 以前就是他們唱一首歌就是 姐姐好漂亮 覺得我聽到說 喔 我很漂亮 又很開心 對 很開心 所以韓國女生通常會跟 小自己幾歲的男生在一起 10歲 你告訴我大學生的話 我覺得 我的高中生可以接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好新鮮喔 是 我覺得啦 喔 好… 那我們剛剛是聊 越嫩越好嗎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來聊 越老越好 什麼東西越來越好呢 美國 美國什麼越老越好 雞 漢堡嗎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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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老越大 越大越胖越好啊 火雞 小雞 你那個是火雞 火雞 那些小雞雞是吧 小雞雞 越大越好 那三秒 應該都不是 我們來看答案好了 是 智慧 是 什麼意思 越老越好 什麼意思 我們說年紀吧 因為年紀我們說你好 你那個越老的話 很多人會有更多的智慧 那你怎麼知道嗎 就是你的越老 更多智慧的 這第一個增長 應該這樣說吧 所以你會開始出現 繪色的頭髮 就繪法 這樣子做 就是年紀嘛 就年紀了 所以這個一出現 像趙哥 有 我還好 沒有 就說很有智慧 因為有出現一些 那個什麼繪色的頭髮 有些像 像那個 像這個 這個我們覺得 還不錯 這個 沒錯 這個才是那種 有男的味 對 還有智慧 還有一點點年紀 有一點智慧 還不錯 因為他跟你一比 他就感覺聰明很多 其實你拉近一點點 我自己有聽 沒有 沒有 我這個怎麼 還有 有揮法 一點點 一點點 好衝動 那不是每一個美國人都有 那以為是美國人是老了 但沒有揮法 那就說 那就也許沒有智慧 那這裡有 也許有應該 大家都有看過 但沒有沒有 但基本上我們說 就是有 一點揮法 是個好事情 有點年紀 但有點智慧 好 接下來是 緬甸 什麼越老越好 佛像 對 跟泰國一樣 有佛牌的那種 不對 迴香 這不是吃的嗎 誰想得到 對 像台灣是這樣子 我去台灣菜市場買 我看到的迴香是這樣子 它的根 它的根 就像那個小筷子的頭一樣 我覺得好小喔 像我們緬甸那個迴香 我們都種個三年四年 它是人生吧 不是 迴香根 然後它的粗 它的那個粗 種的就是像大拇指這樣子 而且它吃 像這個迴香根 煮雞湯煮什麼 比如說你氣色不好啊 虛 吃的這個就是氣色比較好 比較補元氣的這樣子 然後 我看到台灣人是 為什麼小小根 就是它的根 小小的就把它拔起來 或者小時候 是不是台灣人 不懂得吃迴香根啊 這個是迴香喔 迴香根這麼粗喔 對啊 我們種三四年 才會拔起來 吃煮這樣子 那就不能吃啊 那很老耶 沒有 煮起來吃 它是中間 它還有中間 一個是老的 但是它外面那一皮 外面 它有兩層 外面那一層是差不多 差不多 這樣子厚 然後是綿綿的 香香的 綿綿的 好好吃 怎麼覺得我沒吃過迴香啊 沒有 有啦 但是沒吃過根啊 對 我就想說台灣人 是不是不會吃迴香根 然後也不知道 我們不吃迴香根啊 迴香根的作用很好耶 是喔 對 補原器跟差不多 差不多 算是跟人生差不多這樣子 哇 對 那緬甸是比較窮啊 是真的 沒有 沒有 因為像以前 大家都不吃地瓜葉 覺得是豬在吃的 但我們國家都會吃 對 不是因為我們窮 那是因為健康 那個才這樣講 要不然說實在 其實 不可以說我們緬甸比較窮 我們緬甸出紅寶石 意識台灣有嗎 沒有 喔 喔 輸了輸了 我們國家 妳好 對不對 來來來 買紅寶是不是要找緬甸的最好 對 因為妳是不是要找緬甸的最好 對 沒有還好 緬甸不是很值錢啊 還好啦 緬甸不是很值錢 還好 新疆域值錢 對 新疆域比緬甸域 新疆那個白玉 那個白玉是才是值錢 但台灣有玉嗎 台灣沒有 對嘛 台灣出了 是 人是熱情 你熱情 離題 離題 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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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台灣有一週線都是玉不是嗎 玉山 我要打你 玉山沒有玉啊 她在說小話 喔 謝謝 謝謝 韓國什麼跟什麼 越老越安 沙沙一句無心話 惹怒火爆趙正平 大家說好帥喔 對 對 恭喜你是發花痴 是不是 他們都有整形啦 對 什麼在講啊 什麼 2010 來 等一下 什麼機會 我來發誤 韓國什麼跟什麼 越老越好 韓國 什麼跟什麼 對 泡菜 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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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菜是不是 泡菜 整形醫生 整形醫生越來越好 會割錯耶 對啊 男人 欸 這樣不是小鮮肉嗎 欸 人生 對 男人到底沒有老還好 還是年輕好 我最近一直講男生 好像太喜歡男生的感覺 沒有 沒有 這件韓劇裡面的 就是那一些男生 大叔 大叔很帥啊 真的 有啊 還有車大叔也好帥喔 啊 他是嗎 是不是 他是好帥喔 對 恭喜你是發花痴 他在講什麼就是 風扇這樣 其實我從小的時候就喜歡 這種大叔 一開始是圓餅 圓餅知道嗎 知道 圓餅很帥 圓餅跟張董健 張東京很帥 而且是年輕的時候帥 現在老爺帥 不是 你老爺帥 年輕兩年輕 他們都有整型 你們要再講了 沒有 沒有整型 現在都跟趙哥一樣 來 沒有 趙哥 趙哥 不要說 而且2010 你 等一下 我想說後面怎麼熱熱的 怎樣怎樣 就2010年他拍的電影就叫 帥 帥 那一定要看回家 嘗嘗嘗嘗 叫大叔 喜歡喔 這個比方的頭髮 好帥 好帥 我們講一下人生好不好 為什麼人生不想熱 最後一聽到 好多人生 菁姐 菁姐妳幫我拉出來 不然我還在那整個畫報裡面 人生就越老越好 我看到有人2010年在山上 就是發現 九根 聖山 這我們叫在山上發現的 就叫善生 善生 然後好像是新聞報道說 兩億 九根總共兩億韓幣 九根總共兩億韓幣 對 總共兩 哇塞 為什麼 兩億韓幣等於現在台幣多少錢 他除以大概35 可是你們知道人體 其實不能太補嗎 對啊 就如果你吃太補的東西 不吃了你的體質 就會流鼻血 對不對 兩億韓幣等於台幣540萬 喔 台幣540萬 會耶 你誰要叫男人 你叫人生就好啊 真的 那人生很難找啊 他就去山山拔 哇塞 好厲害 因為其實 每次去韓國的時候 大家就說要買人生 因為它那個鐵盒裡面 都有比如說 10年 20年 對 對啊 所以就是越老越好 這麼貴 厲害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俄羅斯 什麼 越老越好 珊珊 不是西 越老越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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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女生越老越好 是不是 像珊珊 所以你覺得她老了 是啊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說她那個什麼 就日子越久 她越有美麗 對嗎 女人 越老越好 對啊 其實你們前面大家說 女人越冷越好 根本是錯的 俄羅斯有一句話就是說 45歲的女生 又變成美國 就草莓的那個美 就意思是 45歲的女人 她已經有經驗 孩子已經也是長大了 不用那麼辛苦的照顧 所以女生就會有 過快樂的生活 對 就那個新鮮感已經來了 而且你已經有智慧 對 所以這個時間最棒的 所以現在 我們也是如果看 呃 娛樂新聞 現在真的有新的廚師 因為之前都看好像都是 老演員出年輕妹妹的新聞 但是現在根本不是這樣 現在都是年紀 帶一點的女藝人 都會跟比較年輕的老公 對 而且那個老公也不會是小白臉 也是都是藝人還是運動員 對 我們都是從一個 很有名的女歌手開始 她跟 比他小 27歲的男生結婚了 27歲 對 然後到現在 她的 最近她的孫子結婚了 但是 她跟那個男生的孩子才5歲 好可憐 哇塞 他的孫子 好酷喔 所以那個女生等於是離婚又在結婚 然後跟一個小27歲的男生 而且她老公都是一個比一個年輕 所以最年輕的就是比她小27歲 她保養得很好 身材啊臉蛋都很好 那種 就整型啊 可以嗎 對 哇 今天我們看看 土耳其吃飯的時候 什麼越老 越好 年輕 年輕 什麼意思 這個是我們文化的一個特別的部分 比如說 跟我年輕一個大的人一起吃飯的話 她先需要她開始吃飯 要不然我們不會開始 還有 她的前面 比如說我跟爸爸吃飯的時候 媽媽給她比較多肉 她的前面有比較多肉 比較好吃的東西 比較多 所以年輕比較大比較好 比如說我跟哥哥一起吃飯的話 她需要先開始 要不然我餓死掉 那如果她就是不餓 就是不想吃 一口 一口 那就好了 喔 所以只要沾一下就可以了 你們就可以開始吃了 對對對 那你們需要暗示她說 快點吃 要這樣這樣子嗎 不行 不用 所以年紀比較大的人都會知道 所以她一兩歲也算是年紀比較大嗎 年紀 不是兩三歲沒關係 五歲六歲之後 比較多一點才有算數 好的那你們覺得台灣人 覺得什麼嫩好 什麼老好 這個台灣人跟我們那邊還是還蠻像的 就這一點 什麼 醫生 就是醫生越老越好 而且你知道我們喜歡看醫生喔 就是比如說在台灣 我看病 我還蠻喜歡在台灣看醫生的 特別是看那種年紀比較大的醫生 就是去的時候還有排隊排很多 然後每次等要等一兩個小時以上 我就覺得 哇這個醫生一定技術超高 然後記住 可是你在生病的時候 還要等一兩個小時 你不覺得很痛苦 就因為等就會覺得自己會好的感覺 你知道 我等我只要看到她 我就會好 好一半 她就會幫我診斷得非常的精細 就不用再看第二個地方 而且我們以前看醫生的時候 就是去看那種 就是差不多六七十歲 就她已經退休了 然後過幾年之後又被那個診所啊 就是去 又反聘回去 然後看醫生 就經常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她說妳怎麼了 我說我咳嗽 她說妳咳嗽多久了 我說咳嗽大概有三四天了 那妳就是中間遇到什麼狀況 然後說一天之後 妳咳嗽幾天了 我說我咳嗽有三四天了 然後又說一些 又學說那妳是怎麼咳嗽到 晚上睡覺好不好 有沒有痰症 然後我會反復問一個問題 我說我咳嗽有三四天了 她就一直問我咳嗽有幾天了 就是她永遠都記不住我咳嗽有幾天了 就是妳知道年紀大的醫生就是有時候記心不住 還要看嗎 這樣很困擾啊 難怪要等很久 對啊 這個東西越老越好 那三牛竟然想去撿 我是覺得就是有一些國家的這個東西是越老越好 蛤 蛤 蛤 什麼 那麼老實 這件事妳到中國還是埃及去 會後悔 那個不能撿 妳可以進撿撿看 妳可以進撿撿看啊 妳真的好 然後我反復問一個問題 我說我咳嗽有三四天了 她就一直問我咳嗽有幾天了 就是她永遠都記不住我咳嗽有幾天了 就是妳知道年紀大的醫生就是有時候記心不住 還要看嗎 這樣很困擾啊 難怪要等很久 對啊 是這樣子我就覺得 她反復問我咳嗽有幾天了 她應該就是很細心的醫生 她是年紀大記不住沒關係 我可以多說幾次 可能是因為那個醫生越大 她病人就越多 就是因為是免疫病人越多 她又每次會記不住 可是我們就會很喜歡看這樣的醫生 真的喔 妳們時間太多了啦 對啊 但講到醫生就要問妳咧 妳們妳家都醫生 對啊 可是我在印度或是台灣 我們都喜歡看比較年輕的醫生 妳要可以偷摸她200 不用啊 譬如說我們去抹片檢查 如果太老的話 她夾到什麼 那會 年輕的才害羞吧 不會害羞 因為老到我才覺得不喜歡那麼老 還什麼 裡面不是她還會拿什麼東西嗎 擦到卡層裡面去 對啊 覺得很奇妙啊 像我台灣也是很多朋友 她們都不看年紀大的 她說不知道她的那個 感應那些有沒有改 因為一些都是還是很老的那種想法 可是妳不覺得老的才有很多那個 臨床的經驗嗎 對 對 可是經驗都一直在改 她是 她們沒有進步 她們就 她的機器在改 但她還是要學新的機器 那機器她才第一次用 老的我是很快 她快快不小心 譬如說我們開大的時候 快快開到哪裡去 或是一個 她要找老的好 對啊 沒有聽到新聞來的時候 一些布還在布地裡面 譬如說一些布在家的時候 那一定是老的 那是不好的醫生 對啊 我每次去看醫生 比如說看那個就是 女生看婦科 我一定要選擇老的醫生 我沒有 妳想說是年輕的男生的醫生 那會很害羞耶 這一定要 男生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老 可是為什麼害羞不是心情比較好嗎 我看到老大還躺在那邊 就是很奇妙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我只能這麼說 看那個男生 可是感覺很妙 對 我沒想到妳喜歡年輕的 沒有 醫生 我就喜歡醫生年輕的 那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在其他國家 什麼東西 越嫩越好 可惜 我覺得最近那個全世界那個 領導人 是那個 越嫩越好那個出世 我的感覺 那個法國的那個總統 對 法國太嫩了啦 他才39歲耶 對 超年輕的 對 他的那個太太就是 他的兩輪 64歲 對 他就差很多 那就是 美國啊 我覺得那個總統這個很年輕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 澳大利的 也是一個算是那個總統 總理 他才31歲 克爾茲 對 31歲而已 31歲也可以當做領導者 那我覺得那個是全世界 還是大家都 還是看外表嗎 還是會怎樣 不曉得 對 看一下後面的美國人 美國那個就比較 年紀比較大一點一點 對 真的 因為以前都覺得總統 好像有很老的老人 但現在年輕化了 完全不一樣 對 好 那林辰你呢 你覺得 我是覺得 就是有一些國家的這個東西 是越老越好 蛤 蛤 蛤 屍體 什麼意思 就是 像我們國家其實也是會有一些屍體 就是 就是 木乃伊嗎 對 對 像比如說 其實木乃伊其實它是有 就現在已經沒有木乃伊了 因為木乃伊現在是屬於那時候 就是現在已經做不出來了 像我們國家 像中國也會有一些 就是死掉之後的人不會就是腐爛 我們就要干尸 但是我們干尸基本上 保存兩三百年算是非常好了 那像有一些國家就埃及 它的木乃伊 兩三百年算少的 基本上它們要保存到 一兩千年以上的 那才叫做保 就是國保 就是才能夠就是被歷史見證啊 所以那些東西就是我覺得 就不要噁心喔 因為屍體真的是 保存得越久 就是 大家會有一種它是能夠 升天當神仙的感覺 所以說 屍體就是保存得越久 有些地方就是 越有價值 這其他國家都沒有 是 那麼老師 你到中國還是埃及去 撿吃 會後悔 那個屍體不能撿 你去撿撿看 你去撿撿看 真的好吃 好 那因為其實我們剛剛 都是講很多事情啊 或者是一些 我們大家覺得的事情 但是 人到底是老得好 還是嫩得好 男人到底是老得好 還是嫩得好 我們來一個 夾大腿比賽 派出的選手就是 我 你挑戰誰 突家技能敢挑戰趙正平 到底是老得厲害 還是嫩得強啦 WTO唱課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都喜歡去韓國的金翅膀 上溫暖嗎 那我們今天來學習去金翅膀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一句話 手手要打開 手手打開 手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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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 好 他��도選手就是 我 牠 role 妳挑戰誰 population 有男生嗎 請問你願意接受她的挑戰嗎 不願意也可以喔 所以我就直接認輸就說 我真的很做我是辦法咖這樣子 大家好 我先問一下妳幾歲 我修 25 YES 我給妳當妳爸爸 對 我50了耶 你50了 我50了 會 請 所以塗家妳平常有在運動嗎 有 有 手指啊 手指啊 有在運動嗎 有喔 也有 做什麼運動 玩手機 沒有 我練滾人不一樣 好的 那我們一樣猜拳 決定誰在外誰在裡好不好 OK 贏的選 剪刀 石頭 不 對 你出了 因為你亂出 對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再一次 1 2 3就開始了 OK 那妳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你喊 妳喊 妳喊 剪刀 石頭 出 出 出 這輸怎麼會出三隻 太完全了 妳輸 妳輸 妳輸怪招 最後一次機會 好 剪刀 石頭 剪刀 什麼 什麼 不要生氣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喊 我喊 來 剪刀 剪刀 石頭 石頭 不是 妳剪刀為什麼三個 沒事 這個是我的剪 突然去剪刀就剪的 真的喔 石頭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要 剪刀 石頭 布 好 我要在裡面 沒有 比賽 開始 耶 加油 加油 一門走 我撐牌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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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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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差一點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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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是我們趙哥或是 而且用短短的時間就獲勝 所以在那邊證明 男人還是老大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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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拜拜 好可惡 還好嗎 還好嗎 好累喔 快來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 拜託 拜託 在這裡拜託